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这些钱到底都干什么去了 肯定会有人知道 我有一个朋友是法务会计 可以让他帮我们查一查 可是如果到最后 我们也查不出来 这笔钱到底在哪儿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三个选择 第一 卖掉公司大部分资产填补空缺 第二 宣布倒闭破产 第三 继续做假账 大家一起坐牢 还有第四个办法 从今天开始 全家一起买菜票 喂 你干什么做 想我吗 有一点 就一点啊 北京冷吗 这又刮风了 哪儿的风都那么吓人 挺大的 那你就这样想 你躺在我的怀里 我紧紧地抱着你 我给你讲故事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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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的这么酸的啊 我问你们在北京啊 我就把冰冷冷的脚 放在你的怀里 让你给我污热 小坏蛋你这么狠啊 我去看看窗有没有关上 风太大了 那北京的风真是太粗暴了 是啊 我都不敢在屋里待 太冷了 我得找点热和东西喝 好 你快找吧 嗯 小青啊 你就这么想 你想能在夜里 你躺在我的怀里 我呢 再给你讲故事 好吧 你不是要给我讲故事吗 讲吧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 有个小姑娘 到厨房里面烤面包吃 突然有人敲窗户 别想我啊 我不会害怕的 我可是个唯物主义者 有鬼啊 有鬼啊 小青 妈在这儿呢 啊 怎么了 怎么了 别怕别怕 别怕别 快快 小青 是我 阿姨是我 哎呀 朱伯 你干什么呢 朱伯 你怎么来了 电话里怎么不说呀 吓死我了 小青 我只是想给你一个惊喜的 不好意思 实在是对不起 别生气 阿姨 我只是想给小青一个惊喜 朱伯 半夜三更了 你搞什么惊喜啊 你啊 早晚得把我下出心脏病来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你来了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啊 这手怎么这么凉啊 你一直在外面打电话啊 对啊 夸大风很冷的 好些了吗 没事的 别人家的东西啊都往地下掉 你们家呢是往天上飞啊 是啊 我们家东西都长翅膀了 老婆 这点小活 你派个小公来就行了 你还亲自来 真让我过意不去 这有什么呀 你们家东西都太讲究了 我怕手下人活操 万一弄坏了 我赔不起呀 瞧你说的 主播 嗯 你听我说 你是赵青的男朋友 所以我们希望你住在这儿 咱们可以多接触一下 好吧 就听阿姨的 不过 我住在这儿我就怕 不会很方便嘛 没关系 咱们都是一家人嘛 好 谢谢阿姨 咱妈的想法呀 不问你知道 问题是 朱波是怎么想的呀 谁知道啊 没准再三两下 就把咱妈给搞定了呗 但愿吧 要不然呢 你家在中间可有罪瘦了 应该不会吧 五年的合作居然有这么多 看得我都快哭了 那个赵青啊 赵涛来了 咱们用免提吧 别人啊 朱波来了 你猜他要住哪儿 我那儿猜得着 不会住妈的吧 真的 妈说 朱波是个铁石心肠 为了赢官司 能把祖宗八代 都放到证人席上 他要住那儿 我说你们这样 还让不让我说话了 我不就是给你找个帮手 出主意嘛 这叫一人至雄众人至广啊 朱波还说了 晚上呢让咱们回家吃饭 他来坐 清儿 朱波真的要给咱们大家做饭的 谁要做饭 谁要做饭 舅舅来了 舅舅来了 舅舅 他跟清儿还有妈 住在同一屋檐下了 而且主播啊 说今天晚上要亲自给咱们做饭 是这意思吧 舅 不会吧 你妈居然让外人动她的厨房 阿姨啊 我今天买了很多菜 麻烦您帮我洗一下 谢谢啊 主播 阿姨 你 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赵青没有告诉您吗 我要做几个上海菜 你 要做饭 在哪里做 在这里啊 我就今天晚上做 您不是说我们要多熟悉熟悉吗 我想这是个好办法 对对对对 你是熟悉熟悉 你很聪明 但是让一个客人自己做饭 我太过意不去了 没关系了阿姨 我挺喜欢做饭的 尤其是做上海菜 特别好吃 您就等着吧 好好好 您有爱做饭的嗜好 很好 但是今天不是周末 他们不会过来 不用担心 我已经打电话了 阿姨啊 麻烦您帮我去洗一下 谢谢 那太好了 那个 你的男朋友怎么样了 谢谢你的关心 非常好 郑老师 您先看看对不对 这是薯片 咖啡 谢谢 您的谈考消息 一样都不少 谢谢啊 那您先忙 有什么需要就随时叫我 哎 王大 哎 有什么事 你是第一天来上班吗 不是 我是昨天下午来的 您要有事就叫我 千万别客气 好 那我先走了 赵老师 嗯 赵老师 我先走了 拜拜 哎 哎 你挺厉害的嘛 不到二十四小时的工作上了啊 嗯 你挺厉害的 赵老师 你心里好教教我吧 好 好 好 你也是广电毕业的 知道这份实习报告有多重要 我特别想变得 嗯 嗯 那一会儿我再告 好 那我先过去 好好好 赵老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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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谁都看得出来 这小丫头一直在利用你呢 你知道吗 等半年之后 人家毕业正式分配到这儿了 没准说你潜规则人家呢 到处弄得满城风雨似的 我看你怎么收这场 哎 多谢你提醒 不过 这是我私事 就不劳您操心了 你要是有这闲工夫 您就想想 追你来北京那男朋友 你说 你和他跟你妈住的 也是一出好戏 哎 你怎么有这样的嗜好啊 你怎么偷听人打电话呀 什么叫偷听啊 这只能说你在公共场合打电话 那太似乎其大 啊 您能把那手机调得在小声点吗 跟大喇叭广播似的 再说 我跟王大也没什么呀 对 就即便是有什么 这也是两个成年人之间的手 好 好 什么和什么呀 今天晚餐很空腹啊 来来来 这是我做的蟹黄湿的头 还有一个红烧鱼就好了 好 你等着 我在上海的时候最爱吃这个 待会大家尝尝啊 好 我一定要多吃一点 主播 手艺不错嘛 看来 你可以拿到咱们家的长期去吃饭吃 小晴 拿瓶酒吧 我想跟赵涛喝一杯 好好好 别别别 我去吧 在自己家里 吃客人做的饭 我本来就很不对了 我去做点事 妈 看吧 儿子回来了 看 都在了 主播 就在了 哥 还跟我玩沉默 反正该说的我都跟你说了 其余的我也不想再多说什么了 主播 你具体做什么案子的 几乎都是跨国经济类的 还有一些涉及顾问的工作 比如咱们国家的企业或者集团呢 要在国际上发展 那么精通国际法 熟悉国际管理那就是必须的 还有投资方面的工作我也做 哇 你真能干啊 是不是教那些企业家在外国 怎么偷税漏税的 大家尝尝这酒 我觉得这酒啊 味道肯定还不错 其实也没什么的 阿姨我跟你解释一下吧 主要是因为咱们国家的 有些法规呢 还不够健全 尤其是国际金融这块 所以帮他们规避风险 输到他们的理念 纠正观点上的错误 和提出合适的投资计划 就显得非常重要 所以他们挣得多 你就拿得多 我的报酬呢 是按国际管理算的 我知道 律师兼法律顾问在国外 很吃香的 既然这样 你干嘛不考虑移民呢 妈 主播的工作就是那些 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 我觉得律师做事 是可以选择客户的 有些穷人 他们受到侵害 又不懂得法律 没人帮他们 他们应该 更比那些企业家们 需要法律顾问 妈 我真想不明白你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不就在饭桌上随便聊聊吗 好 来 出吧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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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秋 秋秋 我们打完阵就能吃饭了 我不吃饭 秋秋 刚刚爸爸不是故意的 我就打死我们 咱们再试一次好不好 不打 不打 不打不 不打不 小秋 秋 爱 谁欺负你了 来 小秋给你做粥 咱们做粥子 姐夫 我来吧 你先吃饭去 等他们吃饭去 让他们吃饭去 来 我问你 之前小秋跟你说 那瘦人长什么样 还记得吗 不记得 小肚子里小脑子里 都不知道想些什么 给你做个选择题 小舅帅啊 还是受人丑啊 差不多 那你让我怎么接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来 小舅帅还是受人丑 快 要不然我扎我自己了 快 快 快 说 说 都一样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我求你 说 小舅帅还是受人丑 小舅帅 说小舅帅 说一个 小舅帅 对 小舅帅 怕不怕 不怕 肩膀 吃了 饿不饿 饿了 吃饭去 他们吃什么 咱们吃什么 走 吃饭喽 咱们吃饭的小舅帅都饿了 谢谢 公主你太沉了 不行了自己做吧 完了 想吃什么 不就告诉小舅 谢谢 我干什么呀 我干什么呀 吃饭 小舅 我这儿还有个真眼呢 万一露气了怎么办 有这个可能 我给你去拿个创卡贴 好吧 好 来 小舅 我吃点东西 来 把那眼睛吃饭了 吃饭 吃饭 赵老师 郑老师说录完节目请我吃饭 对 我不能让没收入的人请我呀 这就对了 人家王大 就算上班也没你挣得多 你作为前辈就应该请人吃饭 是 应该的 郑老师说吃火锅 火锅好啊 吃饭可千万别喝酒啊 我有一个主意 我今天跟我男朋友也约了吃饭 要不咱们一块吧 真的 你要不介意的话 当然是真的了 那太好了 我怎么会介意呢 我从来没跟明人吃过饭 今天晚上一定得拍照 那我先过去了 你什么意思啊 连个实习生里面嫉妒 我嫉妒什么了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我 我什么意思 你不就想刺激我一下吗 我跟你说啊 那个做珠宝的 我不管 这王娜还是个大学生呢 你怎么对人家那么不负责任啊 照你这意思说 我跟李美看花剧 约着王娜吃饭 最终的目的都是要跟你在一起 你说呢 我 我说呀 我说你应该上安定医院查查脑子 你给朱博打个电话 你问问他 对四人约会有何感想 不问我也知道了 朱博是个很自信的男人 自信 自信好吗 可这很自信 那就是自负 对方被暂停了拿地资格 那我可以开价开得更高一点 卖此公司是已就止渴 长期看来并不划算 可是那边的市场状况 比预期的要差 再投入进去也没有多大的收益 朱博 二姐 你在这呢 张红 赵涛叫我来的 现在卖此公司不是好时机 应该再考虑一下 是吗 我知道 朱博啊 我要跟赵涛商量点事 姐 等会儿 来 朱博 朱博 不好意思 我想单独跟赵涛说两句话 没事 好 那我先走了 谢谢啊 你找他来干什么 你放心吧 我不会什么都跟他说的 我只是想 多咨询几个人的意见 我明白你的意思 可是赵涛在这方面 一点都不比朱博差 而且她是我们的亲妹妹 绝不会烂出主意的 再说了 我现在还没有决定 要把此公司卖掉 那你想怎么办 看着公司倒闭 还是我们去做老婆 你非得逼我现在下决定 赵涛 这两个月我都发生了什么 你不是不知道 我只是不想说出来 我没想让你跟我一样 我现在什么都顾不上 包括秋秋的病 我刚从学校回来 学校医务室的秋秋的雪塘仪 给弄丢了 我刚从学校回来 学校医务室的秋秋的雪塘仪 但是我知道你心里一定非常苦 可你是这个公司的总裁 你是决策者 到了下决定的时候 我知道 下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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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你今天晚上四个人一块约会 可别太胡闹了 你是不是想让两个男人决斗 为你打得头破血流你才甘心 你怎么知道的 别以为你哥你姐 只跟你包电话粥 这些人也太不靠谱了吧 以后什么都不能跟他们说 妈 您啊 就别瞎操心了 我们都是有文化的成年人了 不会因为这件事情闹出人民案的 再说了 朱波完全知道 我对政治是什么感觉 您就别瞎操心了 那你就说说 你对政治到底是怎么想的 您说呢 妈 我特不明白你 你那么不喜欢朱波 为什么让人在家里住啊 我那是出于礼貌 出于礼貌呢 什么礼貌啊 我还不了解您啊 您不就想让我在家里住 像以前一样的看着我啊 你怎么这么说呢 我对你每个人都一样 只要你们喜欢的人 我都会努力去喜欢 努力喜欢 别提你的努力喜欢了 你怎么努力喜欢了 朱波为了讨好您讨好咱们全家 做了那么一大桌子菜 以前他从来不这样的 可你对他什么态度啊 冷言冷语 阴阳怪气的 准确地说 应该叫恶语相向 你 你怎么这么想 我告诉你 那天晚上我根本不是生朱波的气 我是生你的气 你应该提前告诉我一声 妈 我亲爱的妈妈 我告不告诉你有区别吗 你总是这样 我哪样了 我每次带男朋友回来 你不都这样吗 从我初恋开始 你自己想想 那是因为世界上任何人 都比不上你妈妈 更想让你找个好男人 你一看男人的眼光太差了 你根本那么清 他们是喜欢你这个人 还是喜欢你的家庭条件 是不错 一个个高大英俊 滑而不实 靠不住 这是一辈子的事 选错了后悔了 你哭都来不及 妈 我真不让你再说朱波呢 还是在说我那可爱的爸爸 如果你真喜欢朱波 我什么都不会说 欢迎光临 你愿意尝试一下我们 顿自制的淡麦茶和酸梅汤吗 好啊 酸梅汤吧 对 我也要酸梅汤 算了 不要了 我想来这个自制啤酒 自制啤酒 来这个吧 来这个 好 你可以试一下我们家的特色菜 牛肠和牛肚 来 我来 这个 两份啊 两份 再来一份牛股髓 牛股髓 其他的 这个不好 来 来这个吧 这再来一份 好吧 谢谢啊 赵老师 我同学都不相信我能跟你们一块吃饭 我能拍个照吗 当然能了 好 来 你靠得近一点啊 不行 太远了 再近一点 王大 我来给你喷 你去吧 好啊 你往中间点吧 对对对 好 王大 你在中间吧 来 来 你手机响了 是我同学 他们打电话过来问的 喂 新姐吗 你先喝饭啊 老弟啊 你知道上海和北京有什么不同吗 我这个人不喜欢绕圈子 咱们就直说 你们两个事情 我知道了 知道了更好的 我是亲了她 当时的情况呢 什么情况我不管 赵青是非常有魅力的女人 所有人都喜欢她 我清楚 我承认她很优秀 服务员 不过我告诉你啊 我对她什么感觉都没有 当时就是因为绕经的缘 所以 给我来块烤牛舌 我们后来什么也没发生啊 喝多了你知道吧 以后这个事情就别再谈了 一会儿吃完饭咱们去三里屯吧 我们同学都想认识认识你们呢 听说那儿有个酒吧 里边什么年龄一段的人都有 你们绝对不会不适应的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协议的事你回去再说吧 好了 那就这样 好 拜拜 主播 你打了一晚上电话了 你能跟我说句话吗 我想跟你道个歉 道歉 这是道歉的是吗 你不就是想炫耀一下 有两个男人来迷恋你 我也找个女人来向你示威 你愿意听我的道歉吗 我会找人来侮辱你吗 天哪 这就是你们家的家风 你们家的家风 就是来折磨人的对吗 没有 我真的没想那么多 我只是 我也没有想到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 就得到这种回报 我现在才明白过来 什么工作 什么政治 什么你们家 这些都不是问题 我们才是问题 好了 我今天不想跟你说了 你好好想想吧 好了 这也打完了 我还讲了个故事呢 我看在秋秋的面上 今天不跟你收钱了 小蕾啊 没想到 谁都搞不定的事情 你这么容易就做到了 我也没想到 当年自驾游的时候 学的一点常识 居然用上了 想学吗 我教你 学费两万 来 强了 虽说是速成教学 你也凑合着够用了 干吗 教你打针啊 给秋秋打 给我打 姐姐 拿我练手 来 你没给秋秋打过针事吗 秋秋 我下不了手 你对我就别仁慈了 尽管你 来 来啊 你不认识吗 我知道你对秋秋下不了手啊 不过有句话 你可别不爱听 秋秋这兵 你可能得给她打好多年的针呢 所以你必须要学会 我一小伙子皮糙肉厚的 我没事 好 来 没事 有我在你怕什么呀 你看啊 这儿看见了吗 先拿酒精 消涂 这你明白吧 好 然后用左手把这个皮绷紧 左手快快快 真打 快点 左手把它绷紧 针头要斜着插进去 等会儿 扎进去之后 拇指推针就完了 来 记着啊 要伸要快 来 要伸 要快 喝 怎么样 你要是大夫我就跟你玩命了 还有呢 来 多练几次 来 快 小蕾 你 大柱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你想说我是这世界上 最好的弟弟是吧 我就不让你说 我说我就是要让你有负罪感 受良心的谴责 谁让你在我小时候 老逼我穿小女孩衣服 那是赵青干的 我只给你涂了点口红 得了 你们都一样 快点 来 来 要 要快 要伸 来 要快 要伸要快 要伸要快 不是 要快 行 妈 还没睡呢 嗯 上哪儿去了 随便逛逛 你看什么呢 他上什么节目 妈 您是不是真的觉得 我看男人的眼光很差啊 是 那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你说我跟主播以后怎么办啊 我们俩分居两地 我越来越看不到未来了 我在上海的时候 他很照顾我 虽然他有点大男子主意 但有的时候像爸爸一样 有人还说我们俩挺配的 我 是吗 你告诉我 爱是什么 爱 爱就是包容他的一切 不管优点缺点 为他做什么事情都心甘情愿 这不是在你心里 已经有答案了吗 政治的事不是偶然的 晓晴 这是作为一个母亲最好的建议 你可以先听听他的 不管他说结婚也好 回上海也好 我都不会说什么 可 别拿家和我当借口 你自己知道 这都不是理由 你们千万不要把子公司当成负担 这叫 角途三孤 多少曲线救国 都是靠子公司完成的 它跟你们母公司不一样 子公司对银行没有那么大的依赖 完全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融资 好了 具体怎么运作 我会让我上海的专业会计 给你们一份详细的计划表 看完以后 你们再告诉我 是怎么决定的 好吧 对不起 赵鸿 你觉得 她的那主意怎么样 她昨天晚上就已经 详细跟我说过了 我觉得值得考虑 实在不好意思 我还有点事情 先走了 好 那我们就不耽搁你了 哎呀 主播 你给我们带来一个好主意 让我们啊 有了一种新的思维 非常感激 能帮上你们就很好了 主播 谢谢了 不客气 谢谢 赵鸿能够交到你这样的男朋友 我们很开心 好 我先去送过主播 等我回来啊 慢走 好 来 来 你之前说的对 这确实关系到我们公司的前途和秘密 我不敢轻易地下决定 这里头啊 问题看来不少 大家的问题都不少 我有时候想问题也很紧张 你跟你的弟弟好像也有点问题 那是我们兄弟之间的事 男人之间的事 姐 你就别操心了 我没打算管 可是长兄如父 自从爸走以后 能够帮他的只有你了 我知道 我都明白 你就别管了 好了 好了 算我没说 那子公司那边 我来搞定 你放心吧 太好了 不过 公司的事情你还是要提早告诉妈 要不然的话 这是让我最疼不疼的事 那也得说 回来这么晚啊 案子打好了吗 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吗 也许很多案子我真的不必接受 我最应该学会的就是选择 适当地放弃一下 放弃 有时候真的是挺难的 你是不是也这么想 看来是不谋而合了 主播 在上海的时候 我感觉很孤单 你走进了我的生活 让我觉得很温暖 我知道 我在感情上欠你很多 如果要是换成别的女人 一定会感到很幸福 可是 我跟他们不一样 我没法长期 我没法长期依附在一个男人的翅膀下 这才是你的真心话 你当初是为了逃脱父母的掌控 去的上海 现在你是为了摆脱我 这就是真正的问题 也许 也许我只想知道 我不依赖任何人 我一个人能不能活下去 我告诉你 不依靠任何人 你可以活得很好 但是你要清楚 但是你要清楚 作为女人 什么才是你真正想要的 对不起 我现在要去收拾东西了 晚上要回上海 老婆 喝水 老婆 喝水 你干吗呢 我一网友教我的偏方 不说这样就能怀孕了 咱不至于为了怀疑 再把脖子给扭了吧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啊 什么网友啊 男的女的呀 你怎么这种事还跟人家说呀 你放心吧 他以为我也是一个男的 还挺有心计的嘛 行 那回头我也上网跟他们聊聊去 看你都跟他们说什么呀 这个你还吃醋啊 行了 差不多行了 来 喝点水 不行 这个姿势得保持三十分钟呢 你别浪 三十分钟呢 还有三十分钟呢 不行 讨厌 是要个孩子 容易吗 赵律师 怎么是你啊 是啊 这么巧 你一个人散步啊 我一个人随便走走 对了 你后来买到房子了吗 没有 这不房子又涨价了吗 现在贷款都不够了 我想好了啊 我准备踏踏实实租房子 反正我就一个人也不急占价 我们一起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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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之前呢 想法也特别多 想过做学问 想过做生意 可做来做去呢 去了哪一行也不适合 哪一行也做不久 我想就干脆 做那行我最喜欢的事情 所以你就选择了做厨师啊 是啊 我爸之前也是个厨师 不过他是做中餐的 刚开始还特别反对我 因为他觉得 西餐啊比中餐更难发展 可他熬不过我 就应了我 等真做了这个行才知道 很难的 好几次我都打退堂鼓了 可后来一想 如果我连我最喜欢的事情 都不能坚持的话 那还能做什么 况且 我在做菜的时候 真的很快呀 赵律师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不开心啊 我 没有啊 你为什么这么问我啊 我这个人呢 有时候话特别多 你要是嫌烦的话 就直说啊 你能叫我名字吗 别律师长 律师短的 你要不提醒我呀 我都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 那好 我以后就叫你赵青 张东 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真是我呀 说吧 第一次在电视台见到你的时候呢 我觉得你是一个威风凛凛的大律师 在你家又见你的时候 在你家又见你的时候 我又觉得你是一个有这么多追求者的千金大小姐 不过今天啊 我觉得你是一个既友善又随和的 的什么 普通人 我这么说你可别生气啊 我不是说你普通 我不是说你普通 我是说 你就像我周围的很多普通人一样 就是说 不 张东 你说的没错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这跟家庭和职业没有关系 我也有普通人的心态 也会患得患失 会犯错 会茫然 也会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该做什么 其实 有的时候 做一个普通人挺好的 妈 还没睡呢 不习惯刮大疯了吧 从小就听着呼呼的声 你看这电视剧 大妈的真不容易啊 儿子犯法了 妈妈还得给他还债 真可怜 妈 我现在没有心思跟你讨论电视剧了 是朱波 他走了 好了 好了 会过去的 生活啊 比电视剧复杂多了 只有自己经过了 才真正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上海这两年多 还真有点不习惯 这外面挂大风了 想跟妈妈睡吗 我都多大了 妈 来吧 想睡这儿就睡 跟妈睡 别省眼睛 睡个好觉 闭上眼睛 睡个好觉 你听这风 你打小啊 就怕刮风 一刮风 你就吓得跟个小猫似的 妈 你那背窝真暖和 是啊 妈的背窝最暖和了 睡吧 睡吧 我的小猫 你说得对 从账上看 那一五千万 确实是最后一天 进了我爸的私人账户 是啊 之后我这个钱进去了 就再也找不着了 怎么找 也没办法 因为你不是法务会计 你没有打过 金天类的案子 那就 有眉梦了吗 你看 这是当时 电汇成交的银行密码 这个我见过 那就是说 你父亲 在这家商业银行里 有个账户 我查过 开户人的名字 我没有见过 也许我爸不是用自己的名字开的 我试着从网上银行打开这个账户 可试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 因为密码是五到八位的数字和字符 差不多有十亿个以上的不同组合 我试一年也试不完 那这么说 要没有密码 我们就永远找不到那笔钱了 也许还有一条路吧 什么路 我们到底有多了解我爸呀 结果出来了 对 你看看吧 这回也看不大了 什么意思 你不是说你想要个孩子吗 用什么办法都怀不上对不对 对 对 所以我和爱人就来想查查看看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这确实有问题 你妻子的生殖道理啊 有抗精子抗体 一般的精子进去呢 还勉强存活 但是你的情况就不同了 你的精子偏偏是弱性精子 那存活率就太低了 那 所以 所以 这么说吧 如果你们俩分别和别人结婚 那很有可能 可是你们两个在一起 那几乎就没有可能了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给你送钱的 我不说不用还了吗 急什么呀 下次见面再说呗 咱们下次什么时候见面 还不知道呢 再说了 我不想欠人债 谢谢你 你这人真够逗的 这算什么债啊 你要不是钱包落在餐厅了 你也不会找我借 那话是这么说 这点钱呢 对你这个大律师来说 可能不算多 可对我这个伙福 可不是个小数 我这心里边过不去 这样吧 反正也到饭点了 为了答谢 你特地跑过来给我送钱 我请你吃顿饭怎么样 这么好的机会 我无福消瘦了 我还得上班呢 你没事了吧 我好多了 你昨天就嘴上说没事 可我知道 你这心里边 肯定有什么事过不去 我昨天跟你聊一聊 心情真的好多了 真的 我可是一直都在聊我自己 谢谢你 张东 咱们做个朋友吧 好啊 说实话 我还真觉得咱俩挺聊得来的 我正好 我就不打交你了 我得回去上班 要是迟到了 那个主厨准把我给煮了 那咱 打电话 打电话 好 再见 再见 赵俏 这期节目做得相当的成功 大伙呢 想周末去小聚一下 这事我已经知道了 我想啊 和你凑成一顿去 你干吗要跟我凑成一顿啊 咱们各去各的呗 不是 他们是有规矩的 有家属的带家属 没家属的带预备业 反正不允许一个人去 我这不是还单身呢吗 您还单身呢 我没听错吧 我还以为你的预备役多了 都不知道该带谁了呢 我这不是想带你去吗 怎么着 你把我当你的预备役了 我可是好心啊 怕没人陪你 谁说没人陪我呀 陪我的人多的是呢 还不止一个呢 真的 你 你到处就等着自取其辱吧你 远森 我怎么听说赵宏公司出问题了 有多严重啊 不是 妈 那什么 您还是问赵宏吧 远森 你得给我讲实话 如果赵宏怪你 你就让他来找我 远森 你跟我说呀 到底有多严重 妈 我只知道 情况很严重 这么着急来找我 有什么事啊 我确实有个急事 想请你帮忙 是 是 看你这样子 可能挺重要的 只要我帮得上忙 说吧 是这样的 近来啊 我们电视台办了几期节目 都很成功 所以想搞一个小型的聚会 这个活动啊 反正里面有很多好吃的 酒水又免费 可是有一个规定 必须要带一个伴参加 首先我先谢谢你 赵律师 如果呢 没有第二家电视台 办宴会的话 我们餐厅这次 外包了你们的餐饮 我呀 又副销售了 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这个我怎么会开玩笑啊 这样 你能不能请个假 或者找个人替你什么的 拜托了 张东你 你真的 我跟你说 冲到你我谁也找不着了 张律师你想 别的事我都可以帮忙 这个事我没法请假 我跟我们厨势长说 我有事来不了 他在那儿跑来了 我还跑去一看 好嘛 你张东坐在桌上吃喝呢 他不把我宰了 也得扣我工资了 扣工资是吗 嗯 你说你扣多少钱 我给你不就得了吗 赵律师 我呢是个小厨子 没什么了不起的 您是个大律师 可我这小厨子的工作 他也是工作呀 从人的角度上来讲 咱俩可是平等的 你看我我我真的我我这急的 对不起啊我都语不伦次了 真对不起我我真的没有那意思 只是这件事情 我都已经答应人家了你知道吗 我不是 我我就想让你过去 就坐在我旁边就行 不是让你给我们上菜 赵律师 嗯 这样 你们的都是大人物 你们玩乐的事也很重要 可它再重要 我也不能放弃工作呀 再说了 我也不想放弃工作 再见 喂 长东 我发工资了 第一次 感觉还不错 我发工资了 下了班一起出去玩吧 我约了朋友去杀人发 你今晚不是要值班吗 我和同事已经换了班了 那没有问题 你去吧 一起去吧 没人陪我很可怜的 你看我现在也不喝酒了 如果你 如果你愿意还可以发展一下老同学的感情 你还真直接呀 我就剩这么一个优点了 你可以把我当成是实习生啊 看看再决定了 主要是我没有时间 大同经理的工作时间是可以调换的 去吧 我求你了 去吧 好吧 可是我只会看 没关系 我教你 七天我来接你 好 甄芝 我好像感冒了 没事没事不太严重 我 我去不了了啊 好 拜拜 我跟你谈谈 妈 您谈什么呀 我现在够烦的了 你有什么好烦的 快跟我说 公司的事到底有多严重 公司 快说呀 别总什么事 我都是最后一个才知道 妈谁跟你造的谣啊 你别遮掩了 袁森她不会造谣的 我姐夫跟您说的 我逼她说的 她都跟您说什么了 也没说什么 不过我知道 赵洪说公司没有什么问题 是蒙我 公司肯定出事了 那个 我不太清楚 你问赵洪吧 好 但你先转告她 不管公司出什么事 妈都能接受 她犯了什么错误 我都原谅她 老公 你看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又买新衣服了 现在可得多买一点 等生了宝宝就没有机会穿了 都不错 你觉得赵斌这个名字怎么样 那要是生个女孩呢 那要是生个女孩就叫赵文 好听吧 给孩子起名字可得小心了 不能太绕口 也不能太特别 其实普通一点没有关系的 名字要是起得不好 那就是伴随一生的悲剧 我们学校有个小孩叫 万坚强 同学们都把她的名字 逗过来念可惨了 你说我穿哪个好 我老婆穿什么都漂亮 来 妈 谢谢 来 田丁 姐 对不起 我今天不喝酒 怎么了 不舒服啊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向我们汇报啊 不是 还没有呢 那可得抓紧了啊 秋秋还等着要个弟弟或者妹妹呢 那你就跟秋秋说 那你就跟秋秋说 大舅跟舅妈准备明年就给他生一个弟弟或者妹妹 真的啊 你们准备要孩子了 这可是个好消息 来来来 干一杯 来 来 加油啊 哥 嫂子 走一个 不管男孩女孩 只要叫我小姑就行了 你怎么了 这么半天啊 没什么 有点不舒服 是不是因为刚才我说要孩子的事 不好意思啊 没跟你商量我就随后说了 难道你不想要孩子吗 我比谁都想要孩子 对吧 我去过医院了 你去过医院了 医生怎么说的 检查的结果 你有抗精子抗体 我的精子存活率又低 所以我们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根本不可能怀孕 一定是他们搞错了 怎么可能两个人都有问题呢 莉莉 赵涛 我们换一家医院再去查一下 莉莉是真的 那 我们就不会有孩子了 赵涛 我那么喜欢小孩 我想要我们的孩子 我 现在我这样 没事 又不是你的错 你看 我 这事就先别跟家里人说了 本来已经够乱了 我知道了 但是赵涛 我想要我们的孩子 要是我生不了孩子 你是不是就不会像以前那么爱我 那么宠我 那么照顾我 你 你傻呀 你看 我都说了不是你的错吗 你看 当初我们结婚 选着戒指的时候 你还问我 为什么选一颗钻石枪在里面呢 我是怎么说的 你说 这颗钻石就是我 就算别人看不到 你也能天天警戒着我 嗯 我已经被你套牢了 我永远都不会摘下来 那你会永远只爱我一个人吗 嗯 那你不会离开我的 嗯 我知道 你是因为我在跟袁森闹脾气 可袁森没错 是我逼他说的 是赵涛告诉你的吧 我就知道 您知道什么呀 您什么都不知道 我当然知道 我知道了 不就是你跟赵涛惹祸了 公司出事了 这有什么呀 从小到大 你们一个个惹的麻烦还少啊 我都见怪不怪了 您真以为是我和赵涛惹的祸呀 不是以为 是肯定 这公司 不止你爸和你们的 也有我的心血 你爸忙着公司 我是一个人把你们带大 行了 要不是因为我爸 公司还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如果三个月以后 咱们家公司不破产 咱们家祖坟上就冒清烟了 什么 跟你爸有关系 不会 不会是这样 要是这样 你爸肯定告诉我了 你以为他什么都会跟您说吗 不会的 肯定不会的 你再胡说 妈 赵红说的是真的 妈 你要想怪就怪我吧 如果您觉得您有本事拯救这个烂摊子的话 您就试试吧 赵红 赵红 你站住 你说清楚再走 好 现在告诉我吧 你爸 你爸到底都干了什么 我爸挪用公款炒股票 赔了一亿五千万 我 如果没有办法堵上这个窟窿的话 三个月后公司就没了 我 天哪 一亿五千万 是啊 舅舅 赵涛还有我 我们在想尽办法挽救公司 可是这么长时间了 一点效果都没有 仅存的那点流动资金已经撑不住了 妈 我从来都没有这么难过过 我没日没夜的工作 可是我还是想不出办法来救公司 我多想配配求求 可我根本没有时间 妈不好 孩子 都怪妈 怪妈 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什么也不知道 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妈绑不上你 还给你添乱 妈不好 还原谅吗 可是孩子 你怎么早不告诉妈呀 你为什么这些事情 都一个人扛着呢 妈 你不是也是这样吗 我根本不知道 你在心里是怎么看我的 我只有学得跟您一样 怎么看你 是啊 你欣赏赵青 最爱赵磊 依靠赵涛 可我呢 我不知道您在心里是怎么看我的 孩子 你是我的第一个女儿 我的第一个孩子 我在你的身上 甚至庆祝了比你爸还多的感情啊 你值得妈骄傲啊孩子 你做了我做不了的事情 真的 妈欣赏你 我甚至是 真的敬佩你啊 还不止这些 你还为我生了一个 最可爱的小秋秋 真的 真的 你真是这么想她 妈一直是这么想她 妈一直是这么想她 赵律师的意思是 这位大妈的问题 是因为房屋买卖合同 不够完善 存在着漏洞所造成的 是的 现行合同条款中 只规定开发商在一段限期内 将办产权证的资料备案 可最终是否能不能办下来 还是个未知 就算办下来也要一年以后的事情 所以类似这样的纠纷 就是这样造成的 至于发生纠纷后 购房者如何退房 在新版合同中并没有详细的规定 我打个比方吧 比如电影《天下无罪》中 小偷对傻哥的偷窃 如果是有技术含量的手段 那么房地产开发商 对购房者的权益侵害 则是没有技术含量的抢劫 而新的商品房合同依然漏洞不少 比保护购房者权益的要求 还相差很远 谢谢赵律师的解答 观众朋友们 这一期节目 今天晚上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好 你今天是怎么了 结束雨怎么又能拜拜了 我这是在网上咨询来了 他们说了 咱们现在有点太沉重了 我觉得要是这样的话 能缓和一下气氛 轻松点 没想到咱们政大主持 开始走轻松路线了 爱慕你那些中年妇女们 她们能看得习惯吗 张老师 你刚才解答真是太精彩了 比我在学校里学得可多多了 来 您看一下我的问案 好 是下期大学生创业的访谈 您在在创业前求职的内政分上 多放点精力就行了 好 喂 没事 给您 谢谢 那您看 为了保险起见 我还想再加入一些 她和她女朋友的话题资料 比如她和她女朋友是怎么认识的 家里是怎么反对的 拜托 咱们这不是艺术人生 张晓 郑老师 我把您管 还有我们几个同学的名字 全都写在Mix俱乐部的名单上了 他们下周四要搞一个派对 而且还有乐队绝对打场面 您能来吗 不 这我还不知道 听着挺热闹的 那是的 那就这么定好了 到时候提醒您 张晓 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 我觉得 也不说你太偏激了 要不然 这个周末 都想出一刻了 你没准觉得我挺合适的 我现在看你想笑 我说你有没有点正经呢 你怎么能想出这种提议呢 我挺正经的 我们只卖子公司 和母公司有牵扯的部分 各自分开 我们的意向啊 是收购全部 四千九百三十万 既然是这样 那我们需要再考虑一下 赵总 这市场行情啊 您是比我更清楚 我们现在给的价格呢 已经是很高了 希望您能好好考虑考虑 我会的 谢谢 好 好 再见 好 再见 好 慢走 好 再见 跟母公司有牵扯的部分 应该就是四合院吧 是啊 可不得已啊 如果我们答应了他 那四合院就不是我们家的了 可四合院对于我们家来说 意义太大了 可是钱呢 算了吧 就是把四合院加起来一块卖了 那 那还有一朵的缺口呢 我看还是在还还 毕竟 我们都已经知道那笔钱的下落了 但是你们想过没有 找到账户和找到钱是两回事 如果那个账户里什么都没有 那我们该怎么办 是啊 呃 退一步说 就是说那个账户里有钱 可是密码呢 我们折腾这么长时间了 一点结果都没有啊 姐 你怎么想的呀 如果四合院给卖了 我还怎么给我的后代 看我曾经成长 战斗过的地方 我这不是不想坐以待毕 看着公司倒闭吗 所以我才下点狠心呢 那也不一定非得卖四合院吧 要不然你下点狠心把我也卖了得了 我倒想卖你呢 卖得出去嘛 我这不都是被逼的吗 如果卖四合院 您就有公司的话 我不反对啊 你瞪我干嘛呀 咱妈都同意了 赵涛你跟谁一步 我跟谁都无一步 还是看妈的意见吧 大哥你敢有点主见吧 我知道公司现在需要钱 可是四合院是咱家的一部分啊 永远都是 我学会骑自行车是在那儿 赵涛结婚在那儿 秋秋满月在那儿 赵秋你剃光头还是在那儿 对不对 这么多美好的回忆 如果卖了什么都没了 是啊我还怀念那个老灶台煮饭的味 那多香啊 对对对对 你再接着往下想 门前还有一棵树 你从上面还摔下来过 我呢反正是特别喜欢搬个小板蛋 就坐在咱们家院子里 吃妈做的饭 是是是 好了 少爷小姐们 别再回忆你们大宅门的日子了 说实话 我也舍不得 可是自从咱们长大以后呢 就很少再回那个四合院了 我是想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先卖了咱们救救急 就要听赵红的吧 如果她认为卖了四合院能救公司 大家就别说什么了 妈 谢谢 赵红啊 妈是不是有把柄在你手里啊 是啊 你们都胡说什么 先别说什么卖不卖的 干脆 这个周末咱们先回去一次 就像你们小时候放寒暑假一样 正好 那还有一些你们以前的东西 谁想留着的就带回来 我给你们做好吃的 到晚上呢 咱们在小院里喝茶讲故事 那个妈 这个春末不行 我得加班 那姐要是加班的话 我得帮她 她一个人弄不了 对了 妈 我刚想起来 那个法律文件到了吗 法律文件 到了 到了 你得帮我弄一下啊 对对对 我那个 有个同事跟我调班了 我去不了 你们这一个个小没良心的 刚才不还念叨四合院好吗 妈 我先上个厕所 我 妈 我正好有一文件 那你去 去试 不啊 真不好 喂 有点渴 赵青小的时候了 我们家还住在那四合院 等赵磊出生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搬到现在的房子了 可是每年的寒假暑假 我们都会回去住 在我们家房子的旁边呀 有一个体校 那儿的学生啊 盘假水上都要训练 我就是在那儿啊 一边看他们训练 一边读三毛的书的 三毛 你也读个三毛啊 那可是那个年代 少女们出现的必读物啊 那是那个体校的一个体育老师送给我的 他刚分配去 他们家住海淀 就他一个人住在学校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送我那本书 这个啊 你可没有告诉过我啊 他个儿挺高的 肌肉发达 人家都说呀 这搞体育的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他可贼着呢 有一年夏天啊 天儿特别地热 我就在我们家的房顶上看书 你在他呢 行行行 我不爱听 赵宏 周末 咱们去你家四合院吧 别逗了 我可不去 为什么不去啊 去吧 反正也没别人 在这儿住久了 快闷得好 再说了 我也想趴趴你们家房顶 就是去了 我会关上你趴房顶吗 去那儿干吗 从网金到东市口 一堵车半天都没了 哪儿那么夸张 整个四合院 你就想象了 整个四合院就咱们俩 尤其到晚上 晚风一吹 你我二人依偎在树下 听着声声的重鸣 萤火重鸣 多狭言 咱们去 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咱现在就去好吗 我真的是没时间 酒店说要加班 行 我找别人陪我去 谁呀 大美女 你再说一次 大美女 大美女 你再说一次 我姐 我姐 我找我姐去 我找我姐去 还不行 姐啊 你虽然是狗粹部队 但创业大学生访谈的事 我还希望你来做 这最好是吸引年轻人的话题 主任 实在抱歉 我周末家里有点事 好像时间上有冲突吧 那好吧 升纸 你来做吧 不 我不行了 我昨天已经跟您请假了 周末大学同学聚会 你们都不去 那让我一个人去啊 各位老师 我可以去 王大 你这种为了工作 牺牲这么的精神啊 我给你表扬 但是啊 还是以后找个机会 再给你锻炼吧 主任 我倒觉得 王大肯定没问题 最近他进步挺快的 毕竟是学新闻的嘛 现在我们节目中 有很多文稿也是他整理的 况且这次是访谈创业大学生 让一个大学生去 不正合适吗 这个我知道 可是王大没出过境 行嘛 您不是说要吸引年轻人吗 你看咱们这儿 谁能比王大更年轻 年轻人 需要好好培养 就是 好吧 既然你们两个 没有什么意见 那就这样吧 谢谢主任 张老师 谢谢您愿意推荐我 我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 我保证 千万别信我 你来了这么久啊 也该给你机会了 好好干 我相信你一定行的 张老师 您是我见过的 最好的导师了 来 加油 加油 那我先去做准备了 郑老师 郑老师 您能帮我想想问题吗 郑老师 去吧 这个重任啊 就交给你了 年轻人需要你陪啊 别 张庆 引起精子活力低下的病因有很多 你的情况呢 比较特殊 所以医学上才归类为特发性弱精子症 那医生 那我们还有生孩子的机会吗 有啊 人工受精啊 我们可以挑选出你运动力比较好的精子 但女方排卵期间把你的精子放进去 做弓腔内人工受精 避免被抗精子抗体杀死 或者也可以体外受精 为了保证成功率 我们可以用B超随时监测女方的排卵活动 这种事情 我 我以前倒是听说过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 就算是人工受精 成功率也不会太高 很大一部分得靠运气 所以啊 我建议你们在做人工受精的同时 考虑一下还是领养吧 别难过了 医生不是说还有机会的吗 我知道 可是 可是这两天这件事弄得我心情特别 对了 我记得爸说过 你们四个都是在四合院有的 要不周末 我们也去四合院吧 正好散散心 好 走了 姓名 生日 手机号 还有他的身份正好 我能想的都想过了 可是不管怎么是 还是进不去这个账户 这是什么 我看看 这是备用名单 是你父亲的那些朋友熟人的详细资料 这上面的你都试过吗 每个人的名字正的反的我都试过了 还试过他们的名字加生日 不加生日 加生日再倒叙 好 好 辛苦你了 别客气 谢谢你 如果有什么新的线索 希望你能跟我说 好的好的 好 谢谢 谢谢您 慢走 好 姐姐 这上面 连夏文杰的名字都有 超虎 咱们现在的问题 不是个人喜好的问题 行了 您别说了 我明白 你说夏文杰 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 我们不知道的 您去问问他 这事可以 我可以去问问他 讨讨他话 不过嘛 这挺难的 您可要努力哦 好好好 姐姐啊 这个周末 我和袁森要到四合院去 正好 我去那看看 还能发现什么线索 好啊 夏佳佳 这夏佳佳是谁啊 赵 这我也不知道 可能 可能是你爸的老同学吧 我爸年轻的时候可真够多情的 你可不能这么这儿说你爸呀 这次啊 周末你去四合院 好好休息休息 这几天 你可够累的啊 是啊 我是太累了 这一提到四合院啊 我现在就想过去了 你一提到四合院 我就相信 你们小时候的样子 太有意思了 我也是 是 可回来了 这地方可真不错呀 是啊 自打孩子们长大以后啊 我就很少过来吧 老爸 你看 这就是我常跟你说的 那个门框 原来每年我都领孩子在这儿量身高 最有意思的是赵磊 他呀 总是垫着脚尖量 所以他永远比这个记号矮一点 好玩吧 怪不你想留着他 要我我也舍得上 是啊 来 老爸 进来坐坐 好好好 老爸 请进 好 随便坐啊 好好好 真不好意思 为了我送我 我车都坏了 这车坏坏 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还不给你送我吗 要不你早就到潘家园了 说不定你喜欢那对青花丝萍 都让人买走了 这个东西有时候靠的是原味 它不该是我的 我就是看见了也没用 嫂子 你就别为这事烦心了啊 也只能这样了 妈 您在这儿呢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 包叔叔在这儿呢 包叔叔 包叔叔 是要去潘家园买东西的 我就搭顺风车过来了 是 那个 妈 您不是说你下周四 才过来的吗 你们 不说不来了吗 我们 谁又来了 谁啊 肯定是赵洪两口子 那姐 姐 姐夫 你哪儿来了 妈 您不是说下周四才来的吗 你们都还说没空来呢 那个 外面谁的车呀 包叔叔的 包 对 包叔叔要去潘家园 我就搭他的顺风车来了 顺风啊 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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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哥 咋吧 我还以为我们俩来得挺早的 你们早到了 我们怎么也来了 得 全齐了 那我乱天咱们俩是最晚到的 你说什么呢 包叔叔在 是这样的 咱妈呀是来这儿告个别 这包叔叔来帮忙的 好 包好 包好 你们两个人 我喜欢 这儿来的 我跟铁力想找个清静的地方待会儿 找个清静的地方干什么呢 我待会儿 我太满意了 今天谁都不许走了 今天谁都不许走了 本来就全家一块来 结果你们都说忙 那小词还一套一套的 妈 我打个电话啊 妈 我饿了 我去找找吃饱 妈 我要上厕所啊 好 妈 就是有水喝吗 没得 我喜欢 这就是我这群可爱的爱子们 好 好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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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他们都跟孩子一样 是啊 你们变得跟孩子一样 妈也显得年轻了 是啊 是啊